台东离岛蓝宇绿岛一直是游客热门首选的旅游地点 但是人潮到了随时而来面对的就是垃圾问题 台东环保局推动了蓝宇绿岛一次性饮料杯减量计划 提供离岛游客环保杯主的租借服务 除了离岛环保局也在县内推动环保杯主的租借服务 以及在活动事情当中也举办了宣导摊位 期盼可以共同推动减费生活 环保杯上应有蓝宇以及绿岛特色图样 台东离岛绿岛蓝宇一直是游客热门首选旅游地点 但人潮到随之而来又面对的是垃圾问题 而台东环保局推动蓝宇绿岛一次性饮料杯减量计划 提供离岛游客环保杯主借服务 正是因为我们离岛的旅游非常的兴盛 让我们也同时很注重蓝宇跟绿岛的 废弃物的处理跟区化的问题 所以也希望说带动我们的低碳旅游减费旅游 让我们的游客在岛上的时候 可以使用我们的循环杯环保杯 减少岛上一次性垃圾的产生 减少我们这个垃圾从离岛运回本岛的 这些载运的清除的成本 截至今年10月20号 离岛环保杯共被借用了9315杯次 每个游客平均租借两天的使用情形估算 可以减少离岛产生饮料杯杯盖吸管以及塑胶带 共约74,520个一次性垃圾 今年的话目前截止到10月20号为止 那两个离岛的环保杯 共被借用了9310多杯这样子 而除了离岛之外 环保局也在县内提供环保杯 以及循环餐具的逐渐服务 并也在市集或是活动中设置宣导摊位 环保杯摊位的话 目前是在市为夜市 它是在今年的7月份到10月份为止 有设置这个环保杯的逐渐的活动 所有的民众来到台东游玩的时候 可以自备我们的环保餐具或是个人旅行用品 来享誉环保 然后做一次我们的低碳旅行 或者是减肥旅行 让我们的垃圾量越来越少 环保局表示 期盼未来能够扩大响应 每和业者使用环保餐具以及餐盒 而环保医师的提升 参与的民众也非常踊跃 通过减肥方式让环保理念扩大 共同维护台东生活环境 记得翻译台东市报道